谁的童年不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 不仅大人喜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小朋友也喜欢有自己独处的地方 何况是一个漂亮的树屋呢 嗨,小朋友们好,我是秀妈妈 今天,英秀妈妈要分享一个关于小朋友们的秘密基地 如果你想要一个树屋 如果你想要一个树屋 你得花上时间,抬头仔细看 想象在凑凑缠绕的大树上 一个木头盖成的家 有梁,有船,还有咯咯哒哒的树皮墙 你的树也许独自一棵,微软挺立 在树枝做的阳台上,你可以尽情伸开双臂 或者定起脚,举起望远镜 搜寻草地上的臭幼 还有洞穴里的猿鼠 你的树也许是丛林大军的一个士兵 远远的,你得眯起眼睛仔细侦查 哪一棵树才是你的 那是我的塔楼 还有一个树枝长杰的皇冠 丛林大军是你的最佳掩护 无论是单独一棵 还是和其他树在一起 你的树最好长得够高 你才能离太阳近一些 看它落下的斑波光点 先画一个草头 再戴上一把锤子 一些钉子 一把锯子 可别忘了戴安全帽 先做一个支架 再钉两个螺栓 爬上高高的梯子 把板条拉上去 你可以用边角料 给秋海棠做一个花香 再给百日菊做一个围栏 来吧,小鼻涕虫 来享受你的大餐 这一朵金掌花也是你的 反正它们再种也不难 当然,你得要一个鞠签 或一根绳子 也许像糖浆一样 胶脂垂落的树干就够 你可以爬上去躺在树干上 再顺着溜下来 你应该给自己造一个书架 当你想去洒满阳光的大海上航行 会挖一个洞穿过泥土 树根和岩石 到世界的另一边 书会带你去 在秘密基地里 如果你饿了 你会很庆幸 早在书包里塞了一大堆好吃的零食 红色甘草糖和多汁的桃子 是我的最爱 但如果你喜欢开心果 那也没问题 海盗们就喜欢开心果 我们可以从高高的地方 往下投壳 切保你的睡袋没有动 袜子也好好的 要最毛茸茸的那种 高高的地方是很冷的 你可不想在坠满房心的天空下 瑟瑟发抖 当星星在你够不着的地方掉落 你需要一个手电筒 用光和影子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太空 在太空航行中 你会发现 提早预备了这一堆枕头 可真是个好主意 黑影就要发出地喉 你的睡袋 还能腾出点地方吗 你是那头 我是这头 你听到牛蛙的合唱了吗 最好的朋友会紧紧拉着手 在一起就没什么好怕的 你可以在书屋里透露秘密 低声细语 风会裹紧那些话语 发出沙沙的声响 你从心里感觉到一种安静 你知道它们安全了 但如果你的悄悄话被打破了 你可以高声唱歌 或大喊大叫 冬鸟四下飞散 猫头鹰随身回应 而小蟋蟀会欢迎你加入合唱 秋海棠 悄悄话 树枝 还有斑驳的阳光 如果你想要一个树屋 你得花上时间 抬头仔细看